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一節就有一宗五役的南境 因為錢而嘔打父母的事件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就正好反映出 這些警察的暴力問題 就由街頭蔓延到他們自己的家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一名已被停職的南境 去年懷疑因為金錢的問題襲擊他父母 並且昨天被捕 事發在去年12月2日晚上大約8時半 在香港仔石牌灣村碧月樓一個單位 一名47歲姓馬的南境 懷疑因為金錢的問題與他父母爭執 期間這一名的南境懷疑以手腳襲擊他父母 他父母就81歲 他父母77歲的胸口受傷 兩人清醒被送往瑪麗醫院檢查和治理 警察經過進一步調查以後 在昨天拘捕該名47歲的南境 說他涉嫌襲擊導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以及普通襲擊 現正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由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 而這名男子今天被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 將會安排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這件事所反映的問題當然是多羅羅 而且是深層次的警察問題 首先就是這班警察把警察暴力帶回家 演變成為家庭暴力 很明顯就是他們平時所謂的執勤 即是所謂的專業執法的時候 對著那些年輕人 對著我們香港的年輕子女 打上人 打到停手了 沒有辦法進行自制 於是回家 沒有人先回家了 又又說有錢了 那就是打自己父母 這些行為就應該被雷劈了 就像這警察一樣 他父母分別是81歲和77歲 對著自己這麼連邁的父母 他也能下手 更何況是對著那些十多歲的年輕子女 所以在新屋嶺發生了甚麼事 在831太子站發生了甚麼事 大家便可想而知 當然我就經常強調一件事 尼特區政府就很應該安排一群臨床心理學家 對所有警員進行檢查 到底這群人的情緒是否適合執勤呢 會不會他們打人打上癮 是患上了躁鬱症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呢 你必須要對這群人進行協助才行 不單是幫這群人 還要幫我們香港人 大哥你不要只是在那裡鎮壓 這群人打完這群人後 回家後是打父母的 而且毫無守法觀念 知法犯法 明知打人不對 外面打人就拿正牌 回家後就打自己的父母 又以為是拿正牌 這不單是違法 還違反道德 兒子打父母 這群人都會發瘋 枉稱是專業執法和捍衛法治 你不配 這群人真是 第二樣反映甚麼呢 就是這群警察 為了錢甚麼都肯製 沒有錢的情況下 老爸媽姓甚麼都不記得 家人都照樣動 平時出OT 很明顯使用慣了手勢 就回不了頭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說 是否自製混亂 要繼續出OT 繼續欠OT 來創造收入 真的不奇怪 你被人懷疑 平時出開兩三萬一個月 現在突然多了一塊OT 誰能回頭 如果突然說風平浪靜 你就完全損失了這筆額外收入 打回原形 哪有這麼風騷 哪有這麼多OT 所以一旦這壇事的運動完 他們就會引發更多家暴的問題 和財政的問題 一個人洗大了就回不了頭 尤其是警察普遍是耗賭的 而且有些是欠債的 其實新聞也有播過 他們經常去什麽合作社借錢 到底這班人 將那些錢拿去哪裏用呢 我們就不會管他 只不過人就是這樣 洗大了就回不了頭 所以這些只會是無日無知 今天就去到年28 過多兩天就已經是新徵頭過年了 到底如果你這麼不幸 有些親戚是做警察的 你應不應該去他家拜年呢 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謹慎 千萬不要去這些所謂警察宿舍拜年 為甚麼呢 到底你和他有沒有共同的話題 如果沒有的 一旦說到一些涉及時事性的事情 就很容易惹起爭執了 到最後就難免喊交收場 先則口角難免計而動武 萬一在他的主場給他打就不好 他警察鄰居難道會幫你不幫親嗎 當然就橫斑斑了 所以大家真的小心點 無謂就去到可能不知出了甚麼事 好了 而且就算是團拜也好 出來都要小心自嘗 和那些警察鄰居照 待會說不上 會不會那張鄰居到最後流出了 又佬屈你 就去起底 這些人甚麼都做得出的 而且經常性懷恨在心 所以最好少接觸為妙 無謂又說你違反禁制令 那天那個年輕人才拍了一張照片在西九龍中心 就已經說被人拍警察 就是違反禁制令就要回去 接著又不是告他侵犯私隱 不是告他違反禁制令 就告他背包裡有支電筒 就說他襲警 所以大家就小心點 盡量不接觸就不要接觸 拜年就很閒 過去大半年 基本上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 都已經顛覆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更何況過年 今年還可以很開心地過年 當你想想 有些手足已經走了 沒有辦法過年 那又怎樣呢 過甚麼年呢 今年還有甚麼喜慶 值得喜慶 周梓樂同學的家人怎樣 陳彥霖同學的家人怎樣 還有些傷的就傷 到現在都未曾好 或者有一些這一輩子都好不回來 比如說在大埔連農場 那裏有個年輕人 給大陸佬劏肚和割頸 肚子那裏就好 但是頸子那裏就永久斷了兩頸肌 這一輩子都沒得好起來了 很多人就怎樣呢 就被警察打完之後 就有創傷後遺症 到現在都是情緒不穩定 有一些被人射盲眼 這一輩子都沒辦法恢復的視力了 有些被警察用催淚彈直接射中了 然後皮膚到目前這一刻 還是潰爛沒有辦法復原 在那裡滲血水 到底還有甚麼好慶祝呢 那些甚麼藍絲親戚 警察親戚 見小年就不好見 免得見到他作嘔反圍 一聽到這群混蛋在歪你連篇 還說那些年輕人打得好 那些學生是打得好 叫他收檔 我想你去到 如果聽到這些話 你自己都忍不住走下去 何必 不要見好我見了 這群混蛋不加產 還有 有多少人 浪跡天涯流亡海外 到這一刻都沒辦法回到香港 我想那裡是有千多人 有很多去了台灣 那群是怎樣團連呢 那群是怎樣跟家人團聚呢 過年 所以今年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好 值得慶祝的 而且有些人就說 就是派利是那方面 最好利是封 如果有的 你就拿些黃絲利是封 比如說上面印著甚麼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你就派出去 那些人不喜歡 就不要要 就節省了 至於另外有些網民 建議一件事 就是檢視一下 到底樓下的那些 在過去大半年的表現是如何 到底他們是有盡忠職守 奮力對抗警察暴力的入侵 或是中門大開 把那些警察全部引進去 這個居所裡進行拘捕行動 這件事我看到網上有個列表 都登出來 到底哪些看僵是好人 哪些看僵是專門開門給警察的呢 有記錄的 我覺得值得去參考 你就是要對於那些盡忠職守的看僵 你要獎勵他 對於那些出賣居民的 你要懲罰他才行 真的懲罰他 不是用錢懲罰 你這次不要搞錯 不是反語的 這個 還有一些網民建議 要跟那些看僵對口號 這個比較好笑 你叫五大訴求 如果他懂得對決一不可 或者你叫光復香港 對方懂得講返時代革命 就可以給他 或者給大風一點 這就是大家去參考 哈哈哈哈 作為一個過年互動的形式 就是叫做苦中作樂一下 今年其實有什麼過年的氣氛呢 過去大半年又發生了那麼多事 除非一個人是完全無動於衷 沒有感覺 再加上這幾天 那個武漢肺炎的疫情又來襲 還說如果非常之開心 對於這個過年 就非常之喜慶、歡騰 我想那些人真的身處 在一個平衡時空當中 不是說過年不值得放鬆 或者是歡樂 只不過有沒有這麼狂歡呢 和往年比較 這件事情大家就見仁見智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了 拜拜